議員梁安琪也就開揚式賭場設計 向行政當局提出書面質詢 指這種設計會使賭博業的負面效應進一步擴散 質疑當局在引入設計時 為何不作公開談討 劉政報導 立法議員梁安琪在質詢中說到 就好像很多家長反應一樣 毫無阻攔地博覽博彩區內的情景 會更容易引發青少年對博彩活動的好奇心 等同於將博彩業的負面效應進一步擴散 同時亦不利於博彩市場的公平競爭 他質疑當局當初是根據甚麼理據 批准相關娛樂場使用開洋式的設計 到目前為止 當局是否已對開洋式的博彩區 進行社會效應的評估以及檢討 如果沒有的話 當局是否需要向公眾交代所持的理據 澳門電視台記者 劉靖多道